還是想要先請教鄭委 就是說從這次整個台灣防疫經驗 其實我們台灣算是跟其他國家相比 使用了很多不同的數位工具 說Big Data也好 Organ Data或是一些便利商店平台什麼的 除了5G沒有用 對除了5G 對可不可以請鄭委稍微再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這次運用了哪些數位工具 以及我們做到現在這個階段算蠻成功的 那looking forward 我們還可以再利用什麼樣的工具 可以再更加的在improve這樣子 好啊 我從最基本的來講 可以說是在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數位工具 就是電話跟電視 電話跟電視 最傳統的 我們有一支專線叫做1922 你只要一打這個專線 你的任何想法 好比像說小男孩因為只有粉紅色的口罩 不肯上學 這種事情就可以立刻讓指揮中心知道 10通裡面超過9通會被馬上接起來 那接起來之後 你不管想問什麼都可以得到答案 而且這樣子的建議呢 在隔天下午2點 就是連續140多天都開的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裡面 我們的指揮官不但會回答所有記者們的問題 而且也會把上一天1922告訴他的一些新的狀況 去做立即的反應好比像他自己就會換上粉紅色的口罩 不然之間那個小男孩就是去台灣最酷的一個小男孩 因為他穿著跟指揮官一樣顏色的口罩 那這樣子一種我們叫做快速的疊代 Rapid Iteration 就是每24小時你的想法就會增幅到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個地步 那這個其實是讓大家都能夠一起參與防疫的一個最根本 所以我想在我講別的高深的技術以前 電話跟電視還是不可或缺的 那電話跟電視之外 當然呢也是在日本很盛行的LINE 這樣子一個通訊軟體也是非常多人使用 在台灣有一個叫做疾管家的一個帳號 也就是疾病管治署的LINE帳號 它也有上百萬人的追蹤 每一次呢當任何新的疫情發生 或者只會看看完記者會之後 疾管家就會把這個記者會的重點用很簡單的圖卡呈現出來 任何人都可以很輕易的轉發給 可能沒有空在下午兩點看記者會的朋友們看 那當然呢在衛福部也有一隻狗叫做總差 那是衛福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家裡面養的狗 所以每一次指揮官只要開完一個記者會說 我們現在開始頒布我們的社交距離 physical distance這樣子的一個規則 那我們的這一位就是衛福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會回家去拍他的狗的照片 然後就會立刻貼住一張圖說 你如果在室內要保持三隻總差的距離 而如果在室外只要兩隻柴犬的距離就可以了 那像這樣子非常好笑的 我們叫做迷因啊 Internet meme的這樣子一種圖片 也是讓正確的科學知識擴散就是他的R值可以非常高 讓謠言是不至於擴散就是謠言到R值會低於1的這樣子一種很棒的概念 那在接下來呢我們確實是也用4G的基地台來讓就是剛回國的國人們 他可以選擇去防疫旅館待個14天或者如果他的家裡足夠大也沒有跟就是年齡很長的朋友們一起住等等的話 他也可以選擇在他家裡待14天這叫做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 那但是呢在他在家裡的過程裡面呢 其實我們就不像在旅館裡面一樣可以知道他完全不會出門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會發給他一隻手機或者直接用他的手機 那每隻手機其實跟旁邊的4G的基地台都那個距離就是訊號的來源的強度 好比像說你可能看到有5個bar 你現在只有3個bar就表示你離基地台比較遠嘛 那所以每個基地台都知道你的手機離他的距離 所以只離你最近的3個基地台去按照他的訊號的強弱去畫3個圓 這3個圓就只會重疊在一個點這個點就是你手機的位置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就不是收集新的資料你不需要打開GPS 那第二個你也不需要安裝任何的app或者任何的應用程式 我們只是寫了一支簡單的程式叫做Digital France 這個是運用4G技術所做出來的一套方法 當然因為我們並沒有宣布緊急事態 所以這一切都必須要是在傳染病房制法的授權的範圍裡面 所以一過了這14天當然就不會再有這種簡訊器給警察了你的行蹤也不會再被追蹤 所以可以說是犧牲掉就是一小部分人的少少幾天的這樣子的權益 但是卻保護了全體的國民 那除此之外呢當然我們也有運用好比像說視覺化的方式 讓大家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目前的口罩的生產量的配送量 在每個藥局還有多少的存量 以及離你最近的藥局是多少 那這個是一個參與式的分散式的帳本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拿著你的健保卡去藥局 然後買了9片口罩 如果你是大人10片如果你是小癌的話 那麼其實你過個3分鐘左右 你手機上面就可以立刻看到那個藥局的存量 減掉9或者減掉10 如果它沒有減反而增加了 你馬上就會打1922 因為就是問題就出現了嘛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有一個講法叫守望相助 就是每個人彼此互相保守 然後互相去看說 這個系統真的是按照它所設定的規則這樣子運行 不過當然這個系統雖然很好也很早就實施了 我們卻發現說有70%左右的朋友拿得到口罩 30%左右的朋友一直都沒有去藥局買口罩 為什麼呢 經過民間的分析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是這些朋友工作的時間很長 所以說它都在一些像新竹啊或者是雙北一樣的都會區 那它一下班之後藥局也都關門了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沒有辦法去買得到口罩 所以後來我們又運用了網際網路的技術 讓大家能夠直接在手機上面有一個APP叫做健保快移通 讓大家能夠直接預訂口罩到附近的超商或者是超市 那這樣子的話又再多了一兩成的朋友 又會去拿得到口罩 那當然最後還有一些朋友是什麼呢 因為健保快移通最重要的方式是 你必須要要買有讀卡機 要買是你的手機的門號在自己的名下 但是呢也有很多移工就是Migrant workers 他是用預付卡 他的手機並不是在他自己的名下 那他拿不到口罩就會可能成為防疫破口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我們又說沒有就算是移工朋友 或者是年紀很大不會用APP的長輩 他是要拿著健保卡去超商插卡 那他同樣也可以在一周之後回到同一家超商 他就不能任意訂到任何一家了啦 就是回到他插卡的那家超商拿口罩 這三個家起來超過九成的民眾 有曾經這樣子拿到過口罩 最後剩下來不到一成到底在想什麼呢 那可能是他們家裡已經有口罩了 所以他不需要來領 那所以呢我們最後設計了第四個功能 也就是說他可以透過APP 到把他沒有領到的口罩 把他就是貢獻出來 我們叫做Mask Dedication 就是說貢獻給好比像說日本 那些需要醫療口罩的朋友們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非常非常多 超過五百萬片的口罩 被因為這樣子的貢獻 然後讓超過六十萬快七十萬了嘛 的朋友們裡面有一半願意 就是表征出自己的姓名 所以呢這就是一個類似一個榮譽榜 就是不是只有我們的外交部長在那邊送口罩 而是你可以看到幾十萬的台灣人 每個都有名有姓的在那邊 就是捐贈口罩給全世界的朋友們 大概就是透過這些技術 來讓大家不但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也解決全世界的問題 這樣我可以解決一下嗎 確認一下 這個口罩的部分呢 我記得1月1日的時候 政府開始管理全部的流動 那所以剛才建委說的新的模式 對啊 建委全部時候 那個 口罩的實名制 對 口罩的實名制 其實是在2月初的時候 2月初的時候 對 但是其實即使在一開始你說 就是還沒有實名制的時候 其實這個地圖的想法 就是由台南的一位工程師 叫做吳展偉已經提出來了 所以他當時是讓他的親朋好友 可以直接在程度上面標明說 旁邊的哪個超商或哪個藥裝店 還有口罩哪個賣完了 如果賣完了就不用一個一個去問 或者排隊 所以一定要這個想法 對 因為他的這個想法非常多人喜歡 那所以這個就叫社會創新 Social Innovation 就是不是政府想到什麼 讓民間去執行 而是民間想到什麼 但是政府把它吩服 就是我們去讓各種各樣不同的人 後面像做盲人 他就沒有辦法用吳展偉的地圖 但是他就可以透過 像剛剛講的對話機器人 或者是像Siri或者Google Voice 這樣子的一種語音助力 那大概現在已經有超過140種的 不同的應用 不管你是怎麼樣身心狀況的朋友 大概都可以知道 附近那裡有口罩 所以那個 利根的話 利根的話 這樣的那個 那個 Data 這樣的Data 那個 那個開放給民間的話 非常難 這個很難 台灣的話 政府也很可以嗎 是的 台灣其實非常早 大概從2013、14年 在開放政府資料方面 就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當時就是台灣的民眾 對於政府在決策的過程裡面 的數據不公開給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的憤怒 因此還佔領了立法院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 2014年的年底啊 任何就是不支持公開透明開放政府的 市長候選人都沒有當選 而任何支持的市長候選人都當選了 而且有的時候 還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當選了 那所以 可以說從 2014年之後 在台灣的任何政治人物 如果敢說 這個 我們沒有要把資料開放給民間 我們要自己關係們做決策 就絕對不會當選的 我們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這次防疫 然後甚至口罩這些東西 就是這整個平台 然後這整個System 就是已經名揚國際了 但是 looking forward 就是說 以後 您有沒有什麼目標 是要再更推動這個東西 然後有一些數位工具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說 你接下來一個目標的推動 我覺得很棒的就是Made in Taiwan 以前大家想的都是product 就是一些產品嘛 但是呢 現在像剛剛這樣子講的 就是口罩流通 配送公民科技的這些方式 這其實是一個process 就是一個流程 那所以這個Made in Taiwan的process 名揚海外 我覺得是特別好的 特別像就是首爾嘛 當時 就是有一陣子 不是 就是很多人 相信政府有辦法 就是供應知名制的口罩 其實就跟我們早期是一樣的狀況 他們比我們大概晚一個月 那當時呢 當地的公民科技的 就是朋友們就用了台灣的 也是一個台南人 叫做江明宗 寫了一個口罩的系統 也是一個地圖 就是一大堆三角形的那個版本 然後就去告訴他們的官員說 你只要透過他的這個格式 公開出來的話 我們也不用偷偷開發 每個人都可以用 台灣的江明宗的這個地圖 來看到韓國的藥局 哪裡還有口罩 那後來他就真的說服了他們的政府 也跟我們一樣 即時的釋出同樣的這個資訊 所以說其實第一個在韓國 能夠運行的口罩地圖 是台南人寫的 雖然他不會講韓文 韓語 所以這是很棒 那同樣的在日本 其實也有類似的組織存在 Code for Japan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Code for Japan的Haluseki-san 有跟東京都合作 做了一個叫做 Stop COVID的這樣子的一個網站 讓大家一目瞭然就知道 目前在東京都的疫情的情況 而且因為在台灣的 就是Gilinby臨時政府的朋友 義務的在可能一兩天之內 就幫整個網站都翻成了 我們這邊的反體中文 那所以當日本把反體中文 把架起來的時候 不小心把那個題 寫成了和字翻看字的那個題 所以我還自己上去改了那個字 Haluseki-san 就留在Twitter上面講 後來又被他們的市議員retweet 後來當然東京都支持 也retweet 所以這個可能不是傳統的 第一鬼外交 畢竟我們沒有簽個什麼MOU之類的 而是我用數位的方式 直接去做出貢獻 可以說是地零鬼外交吧 對對對 數位方式 不好意思 這可能我想要順著這個 我們用數位工具 就是前面防疫嘛 不要買房當 好好好 因為我想說 因為我們台灣到現在 就是因為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國內的旅遊業 觀光業也是受到蠻多的打擊 那因為政府現在推那個三倍的 三倍券 對三倍券 那同樣也是好像有運用到 就是我們前面用零口罩 運購口罩這些技術 我講的一二三四全部都有用 所以全部等於說是我們那些數位工具 把它replicate 就是用在這方面上面 對 所以這個不但大幅節省我們的開發跟管銷成本 其實之前很久很久以前 我們也發行過消費權 對 但是他們當時光是發紙本下去的成本 好像就超過八億元 所以意思就是說 就像辦理一次投票一樣 是要非常非常多的成本 但是現在我們因為用了口罩的這一套系統 所以幾乎系統開發成本降低到 大概可能五分之一或更少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投出更多的經費在 那個房緯的設計上面 但是我們在COPYTHA口罩1.0是地圖 所以同樣的地圖 現在在GNV上面 已經至少有三個團隊 已經開發出當7月15號當天 可以去郵局賣的時候 十嶺的那種郵局的 對 即時的郵局存量地圖 已經有三個口罩地圖的團隊 直接開一些城市 就把它發布出來 因為我在當時 就是告訴要做郵局地圖的 中環郵政的朋友們說 你必須要按照健保署那個方式 去開放你的資料 你只要用同樣的方式 把你的經緯度 每個郵局在地圖上的位置 能夠公佈出來的話 其實對於開發者來講 它是同一套城市 它只是把口罩的圖形 換成三倍券的圖形 然後地圖就上線了 所以這是1.0的部分 同樣的在2.0的部分 你也可以透過健保快一通的app 來產生一個三倍券的一個登入碼 就是六位的數字 你用那個登入碼 放到3000.gov.tw網站之後 你就可以指定4家超商 或者4家超市 8家裡面的任何一家 在你自己想去的時候 去那邊拿三倍券 那同樣的 這個在線上 透過信用卡先預付1000 然後在那邊再拿的情況 也是跟口罩2.0完全相同的 那3.0的情況也是一樣 你到4家超商 那插入健保卡 就可以下個禮拜 或下下禮拜 去拿你的就是真心券 那但是這個三倍券 跟口罩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我覺得很棒的 就是在口罩的時候 像萊爾夫是一家超商 那他們很多人說 我如果拿著全家 他可能有7張健保卡 他要按7次操作 然後他就是要出7張小白單 後面的人可能等10分鐘 心情就不是很好 那所以呢 萊爾夫也特別為了這個 在三倍券的情況下 稍微修改了一下 他們口罩3.0的程式 所以說當你插入第一張之後 就好像要不要連續影印一樣 他要問你 你還有沒有別張 那有的話你就可以連續插卡 然後連續插卡之後 你就不會讓後面的人等那麼久 那這也如果不是他們在 口罩3.0的時候 有過開發經驗的話 也不會想到說 這會造成排隊的人的麻煩等等 所以這個也是有所增進 那最後口罩4.0 是就是把它就是奉獻出去嘛 那我們在數位三倍券上面 是你刷3千塊之後 到提款機可以停兩千的現金出來 所以刷三千零兩千 但這兩千如果你自己用不到 像我今天早上在綁定的時候 我覺得這兩千我用不到 所以我就打入了俗稱愛心碼的捐贈碼 我就是直接在綁定我的郵局的金融卡 Visa金融卡的時候 我就說我要打入5942140 這幾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是什麼呢 就是140 四十分之一 移工教育文教基金會 協會的這樣子一個賬號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讓migrant worker 在台灣可以半工半讀 那等到他們回到他們本來的國家的時候 就可以去經營更好的一個生活嘛 那所以像這樣子 因為這次三倍券 畢竟移工沒有拿到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要捐助給他們半工半讀的 這樣一個公益的團體啊 那當然很多朋友 也可以捐各種不同的公益團體 那這個就是口罩4.0的精神 可以說是1234 在我們三倍券這邊 都可以找得到對應的部分 因為其實像昨天 這樣超商就已經可以開始預購 好像一度系統 有點crash 其實我當時是主張要10點鐘開的 因為大部分的工程師都是9點鐘才上班 那所以如果你10點開的話 它可以等於一個就戰鬥為止 發現問題立刻解決 那我們到大概10點10幾分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全部問題排除解決了 但是如果9點開的話 畢竟就是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分散式的架構 話比像說 Liarf全家跟另外一家是什麼 OK 都其實很順 對 但是就是7.0在一開始有做一個限流的措施 那也是大概到10點多就好了 那所以說 當然就是對在7.0排隊的朋友是覺得不好意思 不過其實7.0離旁邊的別的便利商店 也不會很遠吧 所以就是除非它在比較偏向 不然它就去旁邊的便利商店蠻消貌的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良性的競爭 因為每個便利商店就會說 那我們有連續查看的服務 我們有提供什麼咖啡買一送一 或者有提供什麼星巴克折迦券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每一家都會被市場的良性競爭 去驅使它們去做出更好的服務品質 那當然少數也許是稍微有一點點在車的現象等等 但是這也就是在商業上面 為什麼別家就可以在這個時候 忽然間就多一些人去消費了 鄭偉 因為這次我們的數位工具都非常的成功 您可以稍微說一下 大概有多少民間的友人 也參與到這一次的project 還有因為您不是那種很傳統的那種官員 是不是以前你會覺得在政府裡面做事 就是有一點幫手幫腳 經過這一次你就變成說 你說了以後就說了算 沒有啦 當然是吳展偉、張明宗他們說了算 怎麼會說的說了算 我一直說 大概這種民間友人有多少 現在有沒有 有多少人嗎 目前在G0D臨時政府的slack聊天室上面 目前一共有7842個人 這都是台灣人 不是 但是我也不知道 反正都是現代智人 沒有分那麼細 然後在COVID-19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本來叫Mask 但是後來因為處理很多別的反應 現在就改名叫COVID-19 目前有571個人 所以你可以說這571個人都是 我們叫Civic Technologist 就是公民的科技的工作者 不過他們現在至少吳展偉 把自己叫Civil Engineer 那這是很有意思 因為在以前Civil Engineer 是公共工程、土木工程 就是你要造橋鋪路 就是蓋高速公路那種 才叫Civil Engineer 不過後來想一想 他們寫的這些地圖 如果有事實上 事實上也有 加起來就是一兩千萬的人在用的話 那他們跟做高速公路也就差不多了 對 就是他做的等於是基礎的建設 只是是在數位時代的基礎建設而已 所以他說他是Civil Engineer 我一開始乍聽一下 想說是不是打錯字 後來想說沒有啊 說不定用他的地圖的人比 開高速公路的人還要多啊 對 對對對 您會不會覺得說因為這次的疫情 變成說台灣對於一些 創 應該說對於一些創新的數位工具的使用 的心態是不是一個改變的氣質 對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大家第一次用視訊 的年紀是不一樣的 像我自己是2008年 因為我跟細谷遠去工作 所以用視訊 一開始那個視訊很不好用啊 常常抽格 而且尤其聲音聽不清楚 我們見面三分琴嘛 你視訊聲音如果聽不清楚 倒扣一分琴啊 非常不舒服的 對 就是你畫面抽格沒有關係 至少要聽得非常清楚 才對 但是光是聽得非常清楚 都是到可能201011年以後 才變得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那更不要說 如果你不在辦公室裡 而是在隨便外面的哪裡 那個就要等四局普及業 就是2015年16年以後 才會變得就是視訊 跟音訊都變得相對的比較清楚 那像這兩年當然又有VOLTE等等的 這個技術開始出現 但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其實有很多高階的決策者 或者是一些年紀比較長的朋友們 他並不是因為不喜歡科技 所以不用視訊 純粹是因為他第一次用視訊的時候 就跟我一樣 是在200幾年 或甚至1990幾年的時候 所以他當時的經驗非常不好 所以他就不會去相信 像視訊這樣子的技術 也就是為什麼 辦線上的會議的時候 常常約得到的都是 比較年輕的官員 就是真正的資深的高階的官員 他並不是他不懂科技 而是說他覺得視訊不可信來 這個中間一定會斷線 之類的 但是因為疫情是發生 在2019、2020年 其實現在視訊科技 是你一打開瀏覽器 按一個網址 立刻進去 就開始講話 你已經再也不需要 安裝什麼反覆的設備 而且事實上 大概也都有音訊 至少 都是非常穩定 非常棒的 所以呢 就可以看到說 很多的資深官員 在全世界 就是他不得不用視訊之後 發現 原來不是他想像中 十年前那個樣子 現在的狀況真的不一樣 科學昌明什麼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 像我們在WHA 前幾天 我們在衛福部的大會議室裡面 自己就有辦一個類似 WHA的那種 線上會議 那也有14個不同的國家的 衛生官員出席 包含這個日本的嘛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第一次看到了很多 我們以前去WHA實體會議的時候 比較難在周邊約到的這些 資深官員 而且有時候就是連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不太會 操作那個鏡頭模糊 所以連就是家裡有什麼 裝飾品啊 或者是 一隻貓走過去 什麼 大概都可以看的 頓時有一種親密的感覺 對 那所以就是說 視訊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說 疫情它發揮的 就是它清除大家腦裡面 那些比較過時的 對於科技的不舒服的那些基因 然後讓大家重新來認識說 現代的 資訊跟通訊的科技 可以造成什麼樣子的數位的生活 對 我可以請教一下 因為前一段時間 台灣一直有那個 Cyber Attacks 一些網 駭科攻擊的台灣 對啊 大概前20年吧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台灣然後一直是這個 被攻擊的一個很大的目標 然後可能很多大家都懷疑說 有可能是來自北京 或是怎麼樣的攻擊 我們可不可以談一下這一塊 你說台灣如何去防禦這一塊 當然 是啊 確實我們 其實大家都已經很習慣這種事情了 所以 就是我們的治安的訓練都不需要 解練習題的 因為每天都有實戰在發生 這是叫Battle Hardened 就是所謂以戰代訓 好像有這樣子的一種講法 對 我們的白毛海客當然是非常不錯 事實上在國際上 像去年的DevCon CPF 也有取得世界第二名的優良成績 只輸給美國隊友輸定 我們可以接下來就贏回來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 在台灣其實 不管是像趨勢科技 這樣子已經做了很久的 團隊 或者是像DevCon 等等這些比較新興的團隊 其實他們都了解到說 在台灣 不但是我們把5%到7%的自動訓預算 在國家建設裡面 拿去專門做治安 那接下來這要擴增到 就是全部新興的計劃的5%到7% 那是很大的一筆錢 那所以說 它不但就是有非常好的 就是實質的酬勞 金錢的酬勞 而且它在國家的意義上 因為我們說自安及國安 也是被當做英雄 這樣子的看法 那我們在做這些重大建設 好比像說像沙輪的無人車的 那個測試廠 或者我自己入了之後 讓整個公務體系 都可以使用在Sandstorm等等 也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因為我們都會先邀請他們來 供給一個幾個月 然後真的找到漏洞了 那當然就是好像是迴章一樣的 就是它幫助就是國家的基礎建設 又變得更強了 所以這種叫做滲透測試 就是跟白茂海客合作的這個精神 其實就有點像我們剛剛說 跟公民黑客跟Civic Hacker 工作精神一樣 就是大家看到路見不平 總是會就是霸道相助 而不是就好像裝作沒有事情一樣走過去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這些Battle Harding的系統 其實我們在就是應對 新型態的自然攻擊上面 其實是有非常好的一個經驗 那從去年也有就是邀請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朋友們 一起來扮演紅隊嘛 然後來就是對我們的金融設施啊等等 去進行紅隊對藍隊的 這樣一種模擬的一個對抗賽 那大家也發現說 其實我們藍隊的實力也不錯 而且之後也有做Purple Teaming 就是紅隊跟藍隊一起坐下來 交會藍隊紅隊這些攻擊者 因為他們都像藝術家一樣 到底是怎麼樣子思考的 那這樣也能夠讓我們之後的防禦變得更好 是是我想這一塊我們好像跟美國也就是說 合作蠻密切的 那資安這一塊美國現在也很重視 甚至他們是認為說有一些infrastructure 例如說華為嘛 Digi那些他們都認為有一些疑慮 那我們政府 他們現在這樣想 因為我們2014年去佔領立法院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討論的一個題目 在佔領立法院的周邊有二十幾個NPO 每一個NGO討論關於 就是LCSSTA和福貿易協定的某一個側面 那其中一個側面在討論就是 當時在建設的4G網路裡面 到底要不要去容許PRC的成分 那所以其實當全世界在討論5G之前 4G所以我們就已經在討論 我們在4G就已經討論過這個題目了 而且當時佔領者們的共識 是說其實並沒有所謂的market player 並沒有所謂的純粹的私領域的公司 從PRC來 只要發生衝突 不要說發生衝突 只要就是情勢稍微一緊張 那事實上就是他們的執政黨 就可以去抽還他們的所謂私營企業裡面的領導人 那把它變成實質上就是國營的企業 那所以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相信它放在你的基礎建設層裡面 等於是說要麼你未來就永遠不要更新了 不然你每一次更新可能都是人家養的一隻木馬進來嘛 那所以當時我們做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廣泛討論之後 那當時的NCC跟當時的國安會也同意了就是街上的人民的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所以其實我們從4G以來就再也沒有容許過PRC的這個採購進入我們的通訊系統 所以當然我們很高興看到包含美國在內其他人也有這樣子的社會上的廣泛討論 因為畢竟這種事情不是幾個人關係能做決定 必須要是大家對整個系統的風險有充分的認識之後 在一個民主的國家你才會有足夠的民意的支持度 讓你去做這樣子的決定 現在看到感覺上是歐洲常常就是立場有蠻多動搖 就是英國可能一下子覺得說應該可以 一下子像德國就是說 哦我可能骨幹網路不要就好了 可是我意思是說如果是只有在周邊的網路 或是一些Antenna有用PRC的產品的話 這樣就我們這個Digital的態度的話 就是說風味還是有風險 其實主要還是就是系統性的風險分析 話比像說2014年的當時 其實在街上的人們並沒有覺得說 話比像說終端設備像手機 完全不能夠運用PRC的元件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他們發現說 其實一個單一的中栽設備 就算被灌了木馬城市等等 只要你的核心網路 就是你的4G網路本身是安全的 其實它很難去橫向擴散到旁邊 那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它的傳播力並沒有那麼強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你掌控了核心網路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各種推送的方式 甚至假冒就是裡面的任何漫遊的使用者的身份等等 那就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做的 那所以其實重點還是在我們的那個所謂的威脅場景 有沒有被大家所充分了解 當然有一陣子好像個人設備 所以就是也沒有辦法買入到華為了 可是我想那個原因是因為它有一個 好像一個軟體更新 把台灣標明成什麼 對 不過那個這個跟資安是完全兩回事情 對 是 所以您認為說是核心網路還是就是 我認為就是說 因為資安叫做縱深嘛 所謂Defense in Depth 就是你人家攻到你的第幾層門的時候 你有足夠的信心說它不能再過來了 那它又攻到在後面幾層的時候 你可以即時發掘 並且是把它擋在外面 那之類的 其實跟防疫是完全一樣的道理 就是最外層還是每一個人就是吸收 戴口罩這種很好的良好的習慣嘛 就是密碼 不要用一樣的啊 要用兩因素人證啊 什麼之類之類 但是就是每一個國家 就是對於這個核心 到底核心到哪一層 我覺得那個就是整個國家的 不管是做技術的 或是做社會動員的朋友們 一起坐下來好好評估起來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說 每一個國家的威脅場景 都跟台灣完全一樣 畢竟這個PRC也沒有主張說 英國是他們神聖不可分 對什麼領土的一部分 對 但是就是說 就是說 這樣子的全社會的對談 我覺得還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這個對談的過程裡面 可以提升大家對於自己的 資安的基本的素養 是 鄭文因為我們台灣是個科技島 然後很多人都是那個 PRC很多很重要的科技公司的 supplier 可是在美國他認為很多 一整個系列的PRC公司 都可能跟解放軍等等有關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好像會有 就是可是我們的 supplier 又是他們又是我們 supplier 重要客戶 我們如何balance這一塊 這個似乎是應該是 王美文化部長 公民清楚的問題 是是是 對 因為我所處理的 其實比較不是像這種 供應鏈分配下面的一些事情 當然我有一些 聽說一些就是好比像說 像OPEC 或者日報好像有類似的 JPEG之類的 就是在國外援助的時候 希望就是一整個技術的 每一個層面 都是由互相信任的 彼此之間 覺得彼此的實驗室 說自然沒問題 就是沒問題 等等的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而不是在這裡面的 就是國外援助的某一層 突然被籌換掉了的 這樣子的情況 但是因為我並不是負責這個的 負責這個的政委 其實在政中政委 所以我覺得還是 他的說法規準 好 那政委另外我們也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香港 就是國安法剛通過 那其實很多在香港的人 就是他們很擔心的想要 就是erase their digital footprint 而且但是因為這個國安法好像 擴起的不只是在香港的居民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在台灣 如果發表一些敏感的 他好像沒有特別寫在哪裡 在火星好像也 是沒有一個特別寫得很清楚 對但是就是我意思說像這樣子的 就是在那邊 言論自由是受到那麼大的前置 我們如何就是要保護自己 在就是這些數位工具上的一些 digital footprint 而不會被拿去 被無線上綱的拿去使用這樣子 是啊是啊 其實這個從我就是年紀很小的時候 就有像電子前鋒基金會 在EFF等等的組織 在關心這樣子的一個話題 那甚至我自己也有參加過 好比像說Freenet 那個是最早的翻牆的軟體值一樣 等等的中文化的這些活動 那但是就是當你是處在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 具有敵意的網路的時候 然後其實軟體跟硬體能夠 個人的軟體跟硬體能夠做的是有 但是比較有限 那其實在很多時候 甚至我就會覺得 如果整個電信網路 你都沒有辦法就是信任的話 如果他事實上就是 就是用盡一切的方法 想要讀取你的資料的話 那說不定不用數位 說不定才是最安全的方法 那即使你用數位 也不要去發送或接受任何訊號 這樣子說不定才是非航模式 說不定才是最好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其實我們也有看到很多社群有開發出 類似像這樣子我們叫做mash 就是它不是連到特定的網路提供商 而是直接透過 比如說我們的兩支手機靠得非常近 那你就可以用藍牙 或者更近的進場通訊來進行通話 但是它不會先跑到基地台 然後再跑到旁邊那個手機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意思就是說你要信得過在房間裡面的這個人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這些 這個mash的這樣子的方式 去進行訊息的傳遞 那這個又叫做sneakernet 那但是對 那但是這樣子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整個地下化了 它不是在公眾的網際網路上面去進行討論 或進行交談 那但是如果你要用公眾的網際網路的話 那我覺得最起碼就是你對於這個系統的應用商 就是你第一個接取到網際網路的那個點 你還是要有基本的 就是至少它不會就是跟著當局然後來迫害你 那如果它是要跟著當局來迫害你的話 其實它不一定需要監聽你的通訊 它可以冒你的名發一些通訊 然後就 對啊 像就是我也有在新聞上面 有看到說 欸什麼從一個人的包包裡面去 就是找到就是 就是違反可能違反法律的這種東西 那你怎麼知道那個本來在他包包裡面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當你就是已經處於這樣子的情況的時候 你剛剛講的那些就是消除掉自己的數位足跡什麼 沒有意思 對 它或許是就是可能讓自己比較放心 可是如果你的網路運營商就已經是要破壞你 那它就冒你的名發一些訊息就可以了 天啊 好恐怖 天啊 所以你問的跟實際的狀況我覺得那就是 就是還不夠paranoid 天啊 所以當你處在一個不可信任的一個系統 網路環境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你沒有什麼辦法可以避免 那但是你就可以主張說 沒有啦 其實我根本沒有連到4G啊 我根本沒有設備 不管網路上那個誰貼什麼 一定不是我嘛 對啊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帶啊 對 所以您覺得其實 香港已經進入一個這種完全不可信任的環境 我是說每一個使用者要自己去 判斷 自己去判斷 因為你在做的事情會決定 就是那個網路環境對你的友善的程度嗎 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是加入這個當權者的一方 甚至你幫他維護這些設備 那當然也許你是稍微比較安全的 但是如果反過來就是說 你是想要揭露這些給全世界的人知道等等 那你很可能是最不安全的 那在這個就是最 就是跟當權者贊同一方 跟最這個站在雞蛋這一方 中間有一個很很長的光譜 那你在光譜哪一點 這個每一個運動者要自己做判斷 我沒有辦法幫我沒有見過面的人做判斷 我只是追問一下 那例如說我們現在跟香港的同事 例如說做一些WhatsApp 或者是說這些Instant Messaging 如果不是用PRC的App的話 你覺得這個環境是安全的嗎 WhatsApp當然它是有點對點的家 對所以如果你之前已經跟他一直通訊過很長的時間 那同一個帳號繼續通過WhatsApp 傳訊息給你 當然除非它就是物理的就是被要求手機解鎖了 那個已經很極端的狀況 不然的話就是你大概還是可以覺得說 對WhatsApp來的訊息是同一個人的這個訊息 對那當然原因是因為WhatsApp它事實上它是點對點加密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不具有點對點加密功能的通訊軟體的話 那事實上就是這個運營商只要隨時改變主義 那它的這個傳送的就是訊息 說不定就是本來是直接從香港透過什麼海蘭交換過來 說不定就變成先到上海或先到北京災交換回來 這個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點對點加密 點對加密是很重要的 那像LINE有點對點加密 LINE比較特別 就是它的文字訊息 標函群組文字訊息 是應該是有點對點加密的 但是貼圖的話是讓你都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貼圖來做機密中央訊息的 你不要多想想 因為它賣貼圖 他要知道那個用了 鄭文我曾經在一個AIT的演講 聽到您討論過台灣可能有機會加入第六言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加入 或是說我們在這個 那是一個網友的倡議 對 對 從某個角度來看 就是因為像在資安上面 有所謂的 Automated Indicator Sharing 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自動的機器對機器的方式 來發送通知等等 那這些部分 就是台灣也有已經接取的一部分 這樣子的系統 所以當然這個跟就是所謂的正式的那個 無言聯盟還是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就像我說的 就是說從非常完整的 就是跟其他無言聯盟完全一樣 到就是完全沒有參與情報分享 這中間當然也是有一個光譜的 所以可能說從資安的這一塊的話 我們是可以參與一些 如果有一個就是立刻來的這個威脅的話 它也許事實上是以台灣作為它的實驗的這個場域 所以我們這邊如果也找到一些他們的數位足跡等等 那當然其他國家也會想要趕快知道 因為說不定下一個就換他們了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越早的情況要分享 我想對各方都是越容易的 鄭文我想跟您就這個資安的部分 您說我們有很多公民的駭客在幫助我們 這個大概去 白帽駭客 大概群體有多少在幫我們這個system 對其實白帽駭客是一群就是 它包含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是 比較像是採購法 因為我們匡一塊出來 就是去做滲透測試的採購 那這個你就請去看這個我們行政院資安處 之前的一些就是關於廠商的這個統計 那那個當然都是有公司行好的 但是呢事實上也有就是志願者啊 就是你沒有邀他們的他們還是來測你的系統 哈哈哈哈 這樣 那這個人數就沒有辦法計算了 對 那對 那所以像我今天 對 一大早 嗯 才又收到一封信 說我自己有維護一個叫蒙典 蒙典是一本字典啊 裡面完全沒有搜集使用者的任何資料 但是呢 就有一個白帽駭客提醒我 說這個我的蒙典呢 的這個網站上面呢 我的版本控制系統 就是我是幾點幾分去改這個系統 的這個修正記錄 是公佈在網路上的 這裡面其實也沒有我的個資 可是說不定有人可以從這邊 推知我每天幾點起床幾點學校啊 等等這些事情 哇塞 所以其實您可能會收到很多白帽駭客的那個提醒 對的提醒 對的開發過程 對 所以他們像這個志願者就叫做 HITCON Zero Day服務團隊 對 然後所以他就真的很具體來告訴我說 欸 我的這個點GIT的這個目錄啊 就是能夠讓全世界讀得到 那其實你說這裡面有沒有任何使用者 或我的個資真的都沒有 但是這個確實有沒有 你可以推算出啊 我放假都是幾點幾分 說不定可以啊 就是因為它是由我寫程式的 那個幾點幾分的記錄 對 對這個 這個對個資的威脅可以說是零啦 那但是就是說 表示真的就是很雞婆啊 就是 稍微就是那種 扣子沒有扣啊 就會提醒你一下 那種感覺 對那我當然非常感謝 所以我也就是 立刻就回了信 然後立刻就登入他們的那個通報平台 表示我已經收到了 那因為他們事實上這種 玩貓骸客的志願軍 它後面都會再加一個就是說 呃 你如果一直不回的話 也沒有關係了 我們到8月29號的時候就會讓全世界知道 What 還在有一點小微笑 小微笑 這是一個標準的做法 哦 就是說它給你30天去修補這個路段 哦 來表示 你是一個負責任的人 對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廠商的話 那它就也會把你放到一個 就是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廠商的一個名單上 對 這是一個標準的做法 是一個用公益性質的方式 來進行自然漏洞的通報 那這叫Hit count zero day Hit count zero day Hit count zero day 喔對 Hit count zero day 我問一個就是 因為可能等一下要錄那一個音音的嘛 我問一下就是說 您大概本身用多少Device 然後就說 你是不是有 例如說五隻手機 八度CAD 對 他會說幾個 對 好 我主要工作就是這一台 這是一台iPad Pro 這是一台iPad Pro 大的iPad Pro 對 那桌上有一台很古老的MacBook 就是剛出十五層的時候 十五層Retina的時候的那個機型 然後手機的話 最後拿出來看 剛剛你們進來的時候 就是 就是 我有分享這個手機 對 那這個是我上班用的手機 但是 我自己在家裡用的 就是一支Nokia 8110 有8110 對 有新的 對對對 這支是 這支是一支 應該是LG的一支5G手機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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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在1月上旬 也就是 手兒還沒有疫情安理的時候 去吃手兒的時候買的 去吃手兒的時候買的 對 所以 正文你不是全部用那個蘋果系列的 不是啊 都是都有 當時這個是因為我要測試5G 就是 因為 這是最早出的5G之一 對 所以在當時在那邊 我就是 很想要知道說 5G在實際應用的場景裡面 感覺跟4G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個我當然就很高興 因為 就是昨天我的帳號的5G就開通了 真的開台了 對 但是 在家裡的那一台 Nokia 8110 那是4G而已 它是沒有5G的 OK 那像是其他的 例如說 Game Console 或者是說VR VR 這個是Vive 對 那家裡還有一台Oculus 都有 所以只要有最新的這種Gadget 您通常都會買來測試 就是說 它如果是 開創一個新的互動物質的話 我就會去測試 但是當然後來像Vive 它這個已經是 就是它加了耳機 其實變成 有一點Pro的感覺了 的那個Vive 可是你看到它還是連線的 那它後來也有無線的 有很多別的版本 那但是因為那些實質上面 就是把體驗變好 但是它在我們說 這個類型上面 並沒有大幅度的 就是化身材的改變 所以那我就不一定會再去買 OK 不過好像也要出最新版 對 所以我並不是一直追著最新版 就像大家剛剛聽到的 就是說 那一台是 第一次MacBook 有出Retina Spring 那因為其實 你一旦出了Retina Spring之後 以後每一台的解析度 也不會好到哪裡了 Retina的意思就是 你分辨不出它的每個像素 那所以我就不會特別再去更新 所以除非是有那種大幅的 大幅的 大幅的 就是一個新的Form Factor 我才會去試 摺疊手機 這個就是摺疊手機 我的另外一半在家裡 另外一半在家裡 它是可拆式的摺疊 它是一個手機戶套 但是它戶套本身又是螢幕 所以只要裝進去就會變雙螢幕 所以你沒有試那個完全的摺疊 就是螢幕的摺疊 像三星的那種 就可擾式螢幕 對 可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能差一半下來 再辦公室用 所以我覺得 但是你還是有 對我覺得這種就是 類似電視金剛那種 可以完全分開這樣 對 是比較practical 但是那像那種 新的遊戲您玩嗎 就是那種 Game Console 那種 火焰天堂啊 Sony那些 都用真有惠啊 因為如果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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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 其實上面有推出了的話 那其實我就直接用大台的電腦 玩就好了 那或者我就在VR裡面玩就好啦 那其實VR常常被叫做 The Last Medium 就是因為你 如果想要模擬一個 Console的70吋大螢幕 你戴VR就會看到一個70吋大螢幕 所以在裡面的東西 你愛它長什麼樣就什麼樣子 所以就對於就是 最新的 就是硬體 我其實如果在VR裡 或者在我的電腦裡可以模擬 我就不一定要去用 那Augmented Reality 好像很多廠商都正在努力當中 是要是要是要 我十幾歲的時候也有自己做 在眼鏡上面黏一個 那個反光器 然後 所以就可以 就是一面看人 然後底下一面冒出他的名字 這是我以前都手動做過的 對 因為現在大家對這塊比VR更看好 您自己的看法 VR就是AR 但是外面遮一個眼中 對 但是可以不遮的話 對啊 但是現在的VR 其實像那個也有附一個攝影機 所以當它是用攝影機 然後光線又直接放到你眼睛裡面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類似一種 現在很多人是叫XR嘛 就是Mixed Reality 對 Mixed Reality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算它本來是VR設備 只要它有對外的攝影機 尤其有那個深度感知的話 那它把外面的光 再打進你的眼睛裡面一次 其實也跟AR是一樣的道理 那你從全透明的眼睛 慢慢加一些反光器 怎麼上去 這當然是一種做法 但是這兩種 其實我覺得都是 在中間有點像早睡到一樣 最後是會碰到一起的 那就是Mixed Reality 是是 鄭偉剛才最前面您有提到說 這一次我們的防疫 都還沒有應用到5G 對 因為5G還沒有開台 開台以後 開台以後 我們要怎麼用這個5G 因為這次終於台灣是在領先群 而不是像4G 是啊 我們現在5G其實已經 我隨便就可以想到很多的用法 好比像說 在之前有過一次 是營運的時候 是就是流行音樂的兩個表演者 在一邊 另外兩個表演者 在甚至不同的城市 但是甚至 說不定是在野外 但是他們還是可以降 那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4G一定不可能做到的 因為5G 低焰池的特性 可以讓你節拍不會亂掉 但是如果是4G的話 從我發出聲音到對方聽到聲音 其實那個節拍就已經可能差了半排了 差了半排就沒有辦法對得上了 所以就是當然很多在不同地方的人 但是有一個我在同一個空間的這種感覺 就是共同在場的感覺 那我想這個是5G比至4G 最好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也講很老實的 就是所謂的大頻寬的這個部分 很多人覺得4G已經很快了 我下載就是 我從本來5秒鐘抓完電影 變3秒半或者變2秒 那又怎麼樣呢 的這個情況 但是低焰池 這個是沒有辦法取代的 所以如果你就是要跟其他人同時去jam 或者是說你要遙控的去工地開怪獸 或者是說你要在救護車上面 就做一些診斷 或等等的這些場景的話 就當你一面移動 一面又要跟別的不在場的人共同在場 那時候這些5G都是非常好的場景 是 那我們政府會最先拿來用在什麼地方 大概就是學習跟健康吧 學習跟健康 對 就是數位學習跟數位健康 數位健康 對 那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總統盃黑客松 有過一個提案叫做 離島不顧無限支援 他們那個隊伍叫做零時差隊 不是零時差隊 是零時差隊 就是零時差的隊伍 那他們這個提案是因為當時在蘭嶼 有一個護理師 因為就是就是家屬希望他後送到台灣本島 然後轉課的儀式診治 所以在晚上就是天氣不好的時候 就開了直升旗嘛 那後來就出生了一些事故 那後來他們去做就是根本原因的分析 就發現說其實在地很難留得住就是護理師 或者是醫師的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重症其實他們也沒有什麼處理的 就是可能因為重症就全部都後送了 那所以後送不但是有風險 而且事實上每一次後送就是讓在地的護理師 或醫師少一次學習的機會嘛 那所以說他們就做了一個案子 就是讓判斷後送的那一個應該是楊明 沒有記錯的話的醫師 然後以及他的那種就是受傷或生病的專科醫師 然後跟在地的醫師或護理師 三方視訊給家屬看 那這樣子的話只要運用他的健保卡 或者家屬的健保卡 他們就可以去做出足夠的授權 去讓他之前的診察紀錄啊等等 同時讓三方看到一樣的東西 而且呢當這邊的醫師給出一些專科的建議 或處置的時候在地的護理師也可以就去 好像醫師陪在旁邊一樣去做一個處置 不過當時他們提出來這個時候 這是違法的啊 因為按照同事的法律 只有當醫師在同一個房間裡的時候 護理師才能夠去進行處置 那沒有說醫師在本島的時候 也可以進行處置 但是他們就是模擬了這樣一個情況 那後來就發現說 這真的對在地的就是健康有很好的一個幫助 也會讓護理師跟醫師比較願意留在 偏向繼續服務 所以他們就得了總統黑客松的冠軍嘛 就是五個冠軍團隊之一 那這個卓越團隊的獎盃 當然可能知道是一個投影機 只要一打開 就會出現蔡英文總統頒獎給你 答應你花三個月做出來的東西 在接下來十二個月一定會變成公共政策 這樣子的一種獎盃 那所以在大概去年吧 就已經有超過一百個不同的不只是離島 也包含像偏鄉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在山地的原住民族的朋友們的這些地方 都已經堅持了這種三方視訊 這樣子的一種設備 那5G的意思也就是說 第一個你可以看得更清楚嘛 那甚至不一定是有平面的設備了嘛 你還可以把更多剛剛講的XR的部分帶進去 那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是醫師到你家裡啦 就不會是你一定要先到那個文件站 或者先到那個診所 你才能夠進入三方會診嘛 說不定是護理師就是因為他手機有5G的嘛 那他就直接用5G的連線 即時的到你家裡去進行診治 那尤其像在這樣子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忽然受傷或生病了 醫師趕到你那邊跟你趕到那邊 趕到這個診所那邊 當然是醫師過來的成本比較低 因為醫師的交通工具比你好啊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覺得說 這種在宅的醫療到服務的這樣子一個醫療 確實是在配上我們現在 大家已經慢慢越來越習慣的 健保卡的虛擬化等等 以前你還要就是插醫師卡 再插自己的卡 他那個讀卡其實用4G又連線又比較慢 你要等一下子才會把那個廚房前讀進來 那甚至如果你之前在大醫院有做過一些影像 好比像說X光啊CT啊等等的話 他要慢慢的下載到你的手機上 其實就很困難嘛 但現在如果你是5G手機像這一支 我一開健康存折 那我之前全部醫療影像 兩秒就下來了 那我直接轉存到我的相簿裡面 就直接在我手機裡面 就可以運行AI模型啊 他就可以判斷 話比像說從我的胸腔的X光來判斷 那我是不是有可能有就是染上 大概不會染上 肺炎啊 之類的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5G這些場景 它其實並不是說4G的時候無法想像 4G的時候像剛剛講的 我們黑客森 其實用光線加WiFi都模擬得差不多了 但是5G可以讓這些直接到你家裡 而不一定是你要到特定的設施設備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叫做越偏向越先進 所以衛福部 特別是健保署 也會做一些像台東那邊的一些場域 因為台東平均起來每個人要到最近的一個有視訊能力的診所 需要花的時間數數特別長 那這個時候5G就特別有用 那如果像我們在現在這個地方 你隨便走5分鐘都有診所的話 那5G的用處說實話就比較小 因為診所就有很好的設備了 OK 是 謝謝 不是 時間還要我給你嗎 有有 對 那一點時間 那個 不好意思 那個 我的教育部演 2017年成長的時候 我之前介紹你的很香 所以現在 我覺得這兩年 特別像最近的 你的工作的發展非常非常激烈 因為這個疫情 是嗎 所以那個回復人生的時候 最近的 你的感覺 是 是 很有成就感嗎 或者是 或者是 將來我 你做 很多的東西 對啊 對啊 我之前好像有跟你講過說 我加入內閣是為了興趣 就是出於興趣的 就是 政務官 那所以 我是覺得現在 大家會覺得 投入公共服務的創新 不是指我 好像我一頭熱 我自己覺得有興趣 全台灣都覺得很有興趣 事實上不只是全台灣 就連日本的嘻哈團體 都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 就是有一個叫 Dosmonos 的一個Hip Hop的一個團體 就直接把我們的訪問的這個錄音帶 直接變成了他們的那個Hip Hop的歌 的一部分 哦 我有看過 對對對 那所以就是說 可見說這個參與公共服務的這個樂趣 不是只有我這個感覺到開心 而是眾樂樂 就是大家都在音樂裡覺得很開心 哦 所以 然後 然後 上次在台湾的時候 你說自己的武將是 保守的武建復 對 持守在那裡 但是 我看見了 您的那個建復裡面的功夫 所以 這個想法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就是 你問我說是不是我說了算 我還是說是 吳占偉啊 江明宗啊等等 他們說了算 那他們難道有 有什麼政府的官職嗎 都沒有啊 都是一些非常有創造力的人 甚至那個 就是戴粉紅色口罩的那個 絕對也不是我們指揮館想到的 也是一個打1922的人想到的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所謂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啊 就是說 關於大家公共利益的事情 每一個人都可以來幫忙 那所以呢 政府呢其實就 從以前的那種 好像是威權的一個角色 指導者的一個角色 變成只是把大家的好主義 擴散給所有其他人知道 只是增加大家自我組織的能力而已 就是說 Government exists to maximize Civic self-organization 那這個其實就是安娜奇的想法 這個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 所謂 Anarchist 他並不是說一定沒有政府 他是說 不要有這種 強迫人命令人的這種的關係 對 嗯 然後呢 想問一下 對台灣的那個感情是如何呢 因為台灣 台灣面臨 台灣因為那個 很特 台灣的情況很特別 所以台灣那個面臨很多很多 那個 那個challenge 加很多 加很多 在那個情況下 您的那個做手法 做法很有效 是咯 所以您的那個 覺得這個台灣的情況 您覺得 對啊 我就是常常說嘛 萬十萬五都有缺口 那缺口 那缺口就是王的入口啊 那所以 台灣當然是 不斷的有各種的這樣怎麼翻譯 衝擊嘛 對不對 各種各樣的衝擊 好比像說這個太平洋海板塊跟歐亞的路板塊就一直有衝擊嘛 每次衝擊就地震一下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的心靈上面的防震結構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但地震來的時候建築物不要垮下來 那甚至地震來的時候其實是讓我們彼此認識 彼此就是因為沒有人能夠解決全部天災造成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必須要每一個人都盡一份力 在這次疫情裡面我們也看到這樣的情況就是 不管你是什麼專業你總是找得到可以幫上忙的地方 那像這樣子一種就是我們叫同舟一命啊 大家在同一條船上面的大家的命運是相連的 這個感覺 那其實對我來講因為我在VR裡面常常從外太空看地球啊 所以我就是覺得地球是一艘太空船的 在上面是同舟一命 那但是就是可能用VR比較少一點的人的話 他至少可以覺得台灣是同舟一命 那這也不錯啦 那個日本的缺口呢太嚴重了 所以那個日本人很期待你 你那個你幫那個日本的很多很多問題的解決 那我們已經有在推特上面討論了 然後以後有沒有特別的長話 其實像那個我去幫Code for Japan 去跟這個東京都的那個工作 其實已經可以說已經實現了 也就是說我不管人在哪裡 只要有網路我就是跟大家都是同在的嘛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要放Ghost in the shop 對 其實這也是就是很古老的一個 就是在日本的就是動畫或者漫畫裡面的一個想法嘛 就是說一個人他能夠貢獻的範圍 跟一個人他身體在哪裡是分開的一件事情 不管是這個什麼福音戰士去開機器人 還是Ghost in the shop 大概都是這樣子的一種想法 所以不要覺得說我因為疫情的關係 身體沒有辦法到日本 就不能幫日本 不是這麼一回事 然後有沒有那個 你認為有沒有那個 那個喜歡的 太為喜歡的日本的文化 剛剛講了 對啊 Ghost in the shop Ghost in the shop 然後你用Genesis Evangelion OK 謝謝謝謝 然後那時候又是那個 像拍動畫的 對啊 我要對鏡頭說什麼 對 你做封印 好啊 所以我是用英文講 不是中文 不是中文 好 然後那個 請回答這個位 那 我們想請你一段給日本的年輕的卡 對 那個 那個 好啊 那你的成長就是 工作 動作 跟一般的人不同的路 發揮你一個對的那個價值 嗯 然後呢 那個 日本上司很保守 大部分的人都認為 那個 必須有其他人相同 嗯 所以許多那個 年輕人煩惱自己的感染 嗯 怎麼樣發揮自己的力量 嗯 所以請你 給他們一些建議 一點 Advice 嗯 他們你怎麼樣那個 開創自己的未來 嗯 好啊 謝謝 等一下 抬鬥 好啊 嗯 很多 很可愛 。 大家好 我是唐鳳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对于跟别人一样这件事情的想法 我从很小的年纪的时候就知道说 所谓要跟别人一样是一个幻觉 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看世界 都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在看 像我自己在14 15岁的时候 决定不要继续去国中 而是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整个网际网路 我当时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想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里面 大家都要彼此认识很久才能一起工作 而在网路上大家却是 一下就可以一拍即合一起工作 然后再慢慢彼此认识呢 为什么网路跟现实上有这样子的差别 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特定的学科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去研读包含心理学 社会学 人类学 资讯科学等等等等 甚至包含哲学跟文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它就好像天空上面很多个不同的星座 每一个星座看起来好像星星很近嘛 你才给它一个名字 但是呢 事实上每颗星星都彼此非常的遥远 你若从太空的这个尺度看起来 那么你在看向的那个地方 旁边的这些星星连起来 说不定才是你自己的那一个星座 所以我从很小就发现说 我如果想要解决一个问题的话 我一转身往那个方向去跑的话 我会跟很多文化不同的 出生的地方不同的 甚至是完全看世界角度 南辕北侧的朋友 只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 就会变成最好的朋友 而乍看之下 你要跟他们都一样的 这些同班同学 在跑同一个跑道的 事实上你就不用管他们 你就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 因为你的跑道上 一开始只有你一个人嘛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从小到大去说 你一定要区分 你要念文学组呢 还是理科组呢 或者是说 你要选这个必修 还是那个必修 来当做你的主要的学系呢 这些都不再成为问题 因为你就是被 你想要贡献给这个世界 你自己的那个角度去决定的 而不是被别人觉得 你一定要去跟其他的 哪些人一样而决定的 其实每一个人到社会上之后 总是或早或晚 有一天会进入这个状况的 但是你越早从这个幻觉里面 挣脱出来 你就越独特 你越独特 你给社会的贡献就越多 好 这样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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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得 我得看下一场 不好意思 对对 谢谢 谢谢 谢谢